我們看這題 這題他說 一個七弦 他的中央 我給他波動 產生正虎向上的末波 也就是說一開始 我在中間的話 起個波 這個波的話 正虎是向上的 那正虎向上的話 他的波就往哪 往兩邊的這個 這個傳播出去 他一開始正虎向上的 分北向兩端傳遞 經兩端一次反射以後 這兩波形如這個圖 那反射以後的話 如果呢 這個是固定端的話 他的那個就會反向 波形就反向 所以這邊他是固定端 那這邊呢 這個碰到以後的話 那個反射回來的話 他沒有反向 所以這邊實際上是自由端 這邊是固定端 這邊是固定端 好 那麼他說 他說 折兩波繼續前進 經兩端 反射時 所見的波形 可能為下兩端 就是說 他繼續前進 再一次反射 他碰到他以後 反射的話 變成什麼呢 變成就向下了 喔 向下 他的話過去嘛 再回來的話 就變成向下 變成什麼呢 變成向下 然後的話 他的話呢 過去嘛 這自由端嘛 所以反射以後的話呢 這個波 波形不變 也就是說 進去向下 出來還是向下 出來還是向下 所以波形是這種形狀 所以大家應該選喔 應該要選A 波形兩個呢 都是向下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A 所以我們來選A 應該要選A 選A 選A